游览车翻覆在国道上 30多名乘客受到轻重伤 目前还有5名伤者 在家户病房观察 其中伤势最严重的是 80岁的曾姓妇人 家属决定放弃急救 留最后一口气送她回家 因为这名机箱 越来越微弱 经验剩下20 她跟家属跟她先生 即使完后 他们是要放弃进一步的急救 妇人的先生 目前也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治疗 伤势稳定 车祸以外当时 大林慈激医院的小儿科医师 洪野亭和妈妈也在游览车上 77岁的洪妈妈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 洪野亭医师则是额头轻微擦伤 左边的第二到第五根肋骨有骨折 她的肺部有挫伤还蛮厉害的 但是她呼吸现在还蛮顺畅的 意外第一时间 志工就到各个医院抚慰关怀 安定伤者的心 警方调查意外发生原因 疑似是车道积水过多 产生水漂效应 造势的黑色轿车 当时行驶在外线车道上 车速90公里并没有超速 可能是地上积水 失控撞车 才会造成这一起翻车意外 大爱新闻张华综合报道 大爱新闻